被童卓几次三番喊话,郑云龙方只回应过一次,便不再理会。 7月11日凌晨,郑云龙发表微博,为自己给电视剧演唱的人物主题曲做宣传,姚晨也积极转发支持,大龙加油。 11日中午12点多,童卓发文对姚晨称,恶之花这么快就抱团了,都是什么人可想而知。 童卓工作室目前发不了任何东西了,感兴趣的直接去童卓工作室首页看吧,欢迎截图。 其所说的工作室首页内容中,爆料称,正业园北京户籍是否违规,单位是否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,当年是否二选一选的正业园是否存在吃空想。 我相信每一位面临就业的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都非常关心。